公車還晚近站民眾在站牌日常等著公車 不過仔細一看 側邊居然有大大的韓國瑜人行廣告 韓國瑜旋風席捲全台 連在一旁等公車的伯伯 聽到韓國瑜的廣告公車要來 都趕忙拿起手機 就是要拍下心目中的偶像 看到韓國瑜很高興 希望他能當選 當選什麼 希望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總統 為什麼你會喜歡他 因為他的觀念非常正確 很多很多的事情 希望他就當選總統 有他的廣告都非常好 不過韓國瑜怎麼會出現在 台北市的公車廣告上頭 原來這是一位許先生 他是超級韓粉 同時也是韓國瑜後援會的版主 為了挺韓選總統 他自掏腰包先耗資120萬元 買下刊登四個月的台北市 12輛公車車底廣告 21號早上12輛公車 就這樣在台北市趴趴走 許先生下週還將陸續加碼買下新北台北基隆地區 廣告預計刊登兩到三個月 出估花費百萬元 廣告上頭寫著支持韓國瑜被徵招出面選2020 基層挺韓選總統 看來韓流風潮全台都在燒 拼大衛的呼聲更是一波接一波 記者綜合報導